中文字幕 李宗盛 晚上11点了 然后我们去赶马上1点的那班的值班 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我们得提前两个小时就得准备下楼 然后一个半小时前在楼下集合 准备出发 今天下雨小雨 武汉天比较冷 下了楼我们看到 我们夜班的同事已经在楼下大厅集合了 然后在这等车 这也是我们来武汉的第37天吧 大家准备出发了 11点半大家准备出发了 这是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天下个小雨 我们现在经过的是武汉的鹦鹉州长江大桥 我们是从酒店过去到医院 大约有30到40分钟左右的车程 差不多将近20公里吧 然后我们有些同事也正在抓紧时间休息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大约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们看到前面的班车也是专门运送医疗队上班的 像我们这样的班车 其实我们平时能够遇到很多 尤其是到医院的时候 就是医院那附近的话 经过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吧 我们到了医院 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厄医疗队呢 现在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中法新城院区 就是在这边进行一些医疗的援助工作 大家现在已经到医院了 已经开始准备进行晚上交班的时间了 这儿大家翘鞋的地方 这是进入工作区 然后拿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然后进入工作区 大家换好衣服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的这个状态 这是我们几个同事 然后正在穿防护服 然后互相进行配合 然后互相检查 然后接下来他们还要进入隔离病房 然后进行一晚上的工作 当然这个是护理的工作是四个小时 而我们医生的工作是八个小时 当然我们也会分全工作进行 现在是凌晨一点 我们的夜班同事就马上就要开始工作 现在是我们的早班和晚班的同事正在交班 然后我们会把各个床的病人的一些情况 包括病人的一些注意事项交代下去 我们现在是经过一晚上的工作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们夜班同事下班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是达成这个 运送我们医务人员的这个达巴车 准备回酒店 四个四个我们骑了 好走喽 经过大约整整将近是12个小时 将近12个小时 11个小时多吧 然后所有的这个工作大家已经非常疲惫了 我们现在在回来的路上 大家都已经睡着了 现在是上午10点45分 我们已经回到了酒店 大家结束了一晚上的工作 准备回去洗漱休息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这样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能够快点过去 武汉能够赶快好起来 我们加油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